这里没银行 没银行 要跑到老城区来 你看我们年纪大的人 如果没自力车 没什么机动车 我们要做公机车 很不方便的 离您最近的银行在哪里 我离我们的银行在老城区 一步车到不了的 要换车 也没换车 也没什么车 换车可以换 很麻烦的 我们的车子本身时间就拉得很开 我们去年三月份拿的钥匙 今天已经一年半了 这个医院好多钥匙都开不到 这有一个小小的卫生站 卫生站的医院数量有限的 这医院离您近吗 医院呢 我们的医院在这里还在照 从去年到今天还没照好 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照好 这都是老年人 很不方便的 这里生活 购物现在还可以 购物还可以 现在就是没有银行 没有医院 购物的话它价格呢 价格肯定比别的地方很少 我也高一点 因为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价格也不是我们决定的 我们也没办法捅车价格 没自备车的人就在这里买贵一点的 有自备车的人跑到老城区可以买到便宜点快 这里开主动车到老城区要多长时间 二十分钟左右 开电冰车要二十分钟左右 而且它这个坐车子那就麻烦了 一两个小时的 它就到那里等 又转 因为它这里有条路堵住的 老城跟我们那个车子不走住的 空窍都不通的 要绕路的 从外面两个外城都在闹过去的 所以时间就长了 那一个早上出去买个菜 我还有一个上午的 您住过来多长时间了 我住过来 我是去年七一分住过来的 一年多了 算是比较早的住户了吧 对的 你原来住在哪个区呢 我原来住在虹口区的 虹口区冬圈到这里来的 有利有弊 我们也要实施求实想 冬圈冬圈不冬圈好 这里可以肯定的 我们住房条件改善了 原来那里住房条件比较差 但是呢 这里的生活知识配套不方便 原来您是多少平方 原来我是三十几个平方 这里接近一百个平方了吧 这里嘛 八十个平方 我现在我拿了三套房子 要说起来就两百个平方 三十几个房子 三套加起来的 还换了两百个平方的 我那个小区当中间是 拿钱的人比较多 拿房子的比较少 因为我们分的时候 都是你看 土东的惠南 青浦的什么家庭白 还有那像松江 松江已经是一个靠近外省了 那很远了 是吧 人家有好多人家有小孩上班的 人家都选择拿现金 你当时考虑拿这边的房子也是比较过的吧 当时也是家庭各方面的原因 你倒是拿了钱的话 你到市区你买不到房 当时是给钱给的很少 给的可能很少 选择拿自己拿房 两害相比取其轻吧 你挺会说的 是吧 因为你没办法呀 我拿了现金 我多少还买房 还不是给我买那个老房子差不多 还不是老普及的房子 我看这边的房子 一套也要两百万 这两百万 两百万多 他卖给我们的时候 没有两百万 我们现在 当时卖给我们的时候 一房只有八十万出售一点点 两房嘛 一百一十万左右 现在是人家上市交易了 市场价 你现在不错 居住的宽敞了 住一套 出租两套 这也不是的 我一套 我女儿一套 我妹妹一套 本来我妹妹都没接房子的 本来我跟我女儿子住在一起 集在一起的 一个房间 他现在还是住了一在厅 我现在哪一在厅 五十九个平方 原来的那个房子小了 大家知道里面也只有 讲着讲建筑面积三十二个平方 但是我那个房间只有十六点起 现在的住房条件肯定好了 现在是全家改善了 对对 住房条件是改善了 不错的 您住过来这一年多 有哪些改变了呢 哪里改变 就是现在有几家超市 您住过来的时候没有超市 没有了 没有了 现在有了 每一斤菜多了 每一斤菜多了 我以为这个超市开了很久呢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去年春节的时候 春节开了 春节开了 过年起来嘛 过年就开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样我们公交车的班次的时间 密度也要增加一点 我刚看是二十分钟一班有两次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我看错了 你看 你看错了 小时 高峰时候二十分钟 本来是两个小时 后来给我一个小时 后来又给了 高峰时候 所以缩短了一点 过了九点以后呢 还是一个小时 都要累了 还有一个我们这里的物业费 普遍性比那个外面的要高 停车费一个月多少 停车费 上面是250 250 下面300 地下是350 像我们这里的物业费是2块5 那里的物业费是2块 而且我们住在这里的人 都是上海的穷人 我们讲实在的话 他以为上海的人都有钱 不是上海的人都有钱 你想我一个月 这三千块钱的费用 您之前出去工作过 我在我这里是上海的 上海的资金 我们的工资还在外地的工资 有钱的人 不会跑到教区来的 都是上海的 穷人才跑到这里来的 他以为我们上海的人都有钱 包括费费来得那么高 还有你看我们106 车价2块 整个收降区都是1块 106就是我们东圈 就在我们东圈区里面走动的 就是这样 一是这样你们上海的人 就应该要得2块了 你知道整个东圈区里面看 全是一块的 全是一块的 就是我们这个106 2块 1块钱2块钱 本身这也不是这么很大的事情 但是你就给人家一种感觉 你好像有点欺负我们东圈过来的人 或者认为我们东圈区里面很有钱了 我们现在就是中江人了 别有我还是上海人 我们上海中江人 不是上海的秩序的人 大家应该相当于同等待遇 我们就感觉到有种比人家欺负的感觉 物件费也要贵 还有一个停车费也贵 连个公交车也贵 这是啥意思呢 所以我们上海中江的人 应该就是很有钱了 认为我们很有钱了 这边小区很多 我看 这里跟那里加起来 以后二上十个小区 那蛮大的 蛮大的 以后这里有几十万人了 十年城 整个上海市的东圈 现在都往这个宋江再请去 南区嘛 我们是 你原来那个老小区现在造了什么 那造好了 他那个卖要卖到一十四万左右 十五万 一个平 而且巨匠还要摇好 我煮的红口 过来一块的 摸菜的吧 摸到松江的 摸到一起了 摸到一起了 松江好一点 空气好 白景好 对吧 我们就从这一方面来的 是 你们各几个还可以一起聊聊天 吹吹麻将 麻将不来的 买菜一起去 我们全没有 买菜我们也快去的 买的鱼啊 买的青菜啊 买的咸菜啊 有个里边去一次 那是六年 这位大哥还有大了 还有大了 这位老大哥了 新疆过来的 新疆过来的 您是知青 这位老大哥是知疆 这位大哥年轻估计哪也没去 我去过了当兵的 老兵 大概你们的子女都是住在市区 在市区里面上房 嗯 我们这里养一养老 是的 养老的养老可以了 好的 这个地方好 养老的环境好 养老的环境可以 但是我们有好多硬件 14米更多